美国政议院弹劾总统特朗普之际 美国司法部监察长霍洛维茨发布报告 执政联邦调查局在调查特朗普通俄门案件时 虽然没有政治动机 但是却有严重失误和疏漏 包括根据可能不可靠的资料继续调查 监察申请资料有误等等 特朗普狠批这19新权试图推翻政府的手段 美国司法部监察长霍洛维茨星期一发布报告 立正联邦调查局在总统特朗普通俄门案件中 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势力干预 也没有政治动机 当局是掌握了确切证据 证明俄罗斯政府的确透过中间人接洽特朗普 帮助他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 不过最让人震惊的是 报告中点出了联邦调查局的多项错误 其中一项就是有人指出 英国前任情报人员斯迪尔的供词 已经被误解和夸大 但是当局还是继续以他提供的资料展开调查 第二 当局对特朗普前竞选顾问佩奇 向海外情报监察法院申请监察时 存有17项严重失误和遗漏 申请文件中阐明 佩奇不是美国政府任何机构的消息来源 事实上佩奇曾经在2008年到2013年 担任某机构的接洽人 但是这一点调查报告中没有提到 特朗普向来狠批通俄门调查 是民主党对他的政治诬陷 如今霍洛维茨点出多个错处 他炮轰这是试图推翻民选政府的手段 而在进行中的通污门弹劾案 民主党指责特朗普不断拉拢外力 干预美国内政 对美国造成极大危险 但是共和党极力护主 炮轰民主党掌管的众议院 根本没有实质证据 共和党枪 众议院的听证会传召多名证人 但是所有供词都存有很多矛盾 甚至是模棱两可的说辞 会让人以不同的角度诠释 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对美国审许多名证人 总共和党也论 但是国家的客人 也许多为掌管 游课了 对美国人 facteur 对美国人发生